王總統在國慶彈簧當中批評在野黨阻撓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跟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等重要法案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今天到中臺灣輔選時並沒有多做回應 但是民進黨中央反駁不是罵罵在野黨 臺灣的經濟就會變好 蔡英文 加油 蔡英文 加油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國慶日當天行程滿滿 一早先到臺中陪林嘉隆爬山 下午又到彰化幫縣長參選人為民谷和市長參選人邱建復站臺 拉臺民進黨中部選情 而總統馬英九在國慶談話中載批在野黨 阻撓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與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等重要法案 蔡英文不願對此發表看法 而是由黨部發言人表達立場 我們希望總統能夠振作的以人民為中心 好好思考怎麼樣解決臺灣現在目前的經濟困境 並不是指責別人或者罵罵在野黨 臺灣經濟就會起飛 徐嘉欣也針對實案問題 重批行政院長江一話 他說民進黨立委早就提醒 但江一話卻當耳邊封 現在果然出事 該負責下台就不要練戰 而台南市長賴清德則是呼籲馬政府 應該儘速召開國安會議 徹底解決實案問題 這個不是一個單一單位有辦法解決的 必須要中央跟地方合作 行政部門也一定應該要共同來面對這個問題 才有辦法解決 那最理想的就是總統要抗議 這個時候是要真心面對民眾的健康 賴清德指出馬政府千萬不要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要全面解決問題 要拿出魄力和方法徹底解決 否則以後實案問題還是會再發生 記者邱紫緯 彭幻群 彰化報導